现在人都靠不住 连儿女都靠不住 在从前儿女靠不住没关系 家族靠得住 所以这个是他为什么爱家呢 家齐之后 家庭侯母家伙万事兴 过就好治了 就从前做官的人自在 你看看古人的时候 做官的时候常常都是游山玩水 他有闲情一致 哪有相信的做官 这么苦 这就不是人干的事情了 所以是要懂得 可是我们觉得说 延续中国传统 是真正的把这个因素找到了 那么齐家要靠修身 所以修身要靠成衣 诚意要靠正心 正心要靠智之 智之要靠各物 所以从哪里学起 从各物 物是什么呢 物欲 欲望 各是各处 所以首先要把自己的欲望放下 你才会有智慧 所以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 知识不能解决问题 那我们最近这几年 也算是有十年了 我有这么一个缘分 参与这个国际和平工作 我参加了十次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那接触的人就太多了 从国家领导人到这些专家学者 我也很佩服他们 也很赞叹他们 确实他们是有诚意 想寻求 找一种方法来化解冲突 来促进安定和平 找不到啊 没有办法了